這話我們再來看 這個講中央氣象署的氣溫資料下載之前 我先稍微講一下我們的期末專題部分 跟各位講一下第一個就是繳交的期限 就是到6月9號 也就是說時間就是到下個禮拜 不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再多幾天 也就是下禮拜三 四 五 六到這一天 禮拜天 也就是等於還有幾天 還滿多天的 所以這個時間大概十天左右的時間 你們可以花點時間 主要就是說有點像延伸類似期中報告 類似OK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需要增加VBA或聚集 那你也可以用錄的OK 那當然內容是希望能夠加 除了廣之外還加深 有同學會問說 那是不是一定要跟期中報告同一個題目 其實不一定 你也可以兩種策略 一個是延伸期中報告 加入VBA 像爬蟲跟繪圖 另外一個策略是說你另外再起一個新的題目也可以 那就看個人 然後我講過就是結合像那個 當然你可以把其中報告的枢紐分析表也可以加進來 然後爬蟲跟繪圖部分 那我比較強調的是那個我之前跟各位講的爬蟲跟繪圖部分 然後當然如果你即使不會寫 因為我看了一下很多同學其實都不是資訊背景的 然後如果不會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AI來輔助 那其實我是覺得雖然 AI現在很剛萌芽啦 其實也沒有很成熟 但是其實是最好的機會 因為如果你學會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比別人還多了解AI一點 因為目前的話 其實大家對AI還是似懂非懂 沒有一個說自己已經很厲害 因為他才剛出來 你怎麼可能他才剛出來 就什麼都已經很熟不可能吧 哪怕是我 我也不可能每天一直 我用的機會 有的時候 我也不敢說我自己已經用的很徹底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從同學們的使用心得 也許可以補強一下 因為像其中情報報告 就有很多同學就會加AI 他給予一些他的一個使用心得 或者說下課的時候同學會來跟我講 然後最近發現 而且我看到是很開心的 他說老師我本來不太會寫成事 但是我會用AI 發現好像真的是開了一扇窗 突然間好像以前要學很久的東西 突然間馬上好像就是功力大增的感覺 他說老師你知不知道我本來不會寫 但是我請他深層之後 他真的就產生了 然後我不懂的部分我可以讓他解釋一下 然後我發現錯誤的話請他幫我除錯 好像他都可以做得到 只是說我覺得你可能要跟他磨合一下 因為畢竟很多的對話 其實可能語法可能你慢慢習慣一下 他的一些習性 然後其他的話也做不出來沒關係 當然你可以當成未來的規劃也可以 也就是說你現在做不到沒關係 你可以讓我知道說未來 也許你可以不是因為這個課程結束之後 你就停止學習程式 而是這只是一個開始 你之後的話會再花更多時間去學習 這是好事啦 那這個課程當然也不是說 希望拿一些問題讓各位覺得倒胃口 以後的話再也不想要看什麼東西 其實跟天書一樣誰懂啊 對 不過這麼難的東西你都懂 而且你可以做得出來 那表示你是真有專業啦 OK 那你說在職場上面 為什麼人家領的薪水就比較多 我覺得很多時候啦 大部分原因都是因為他真的有一點本事 而不是說他有什麼樣的背景或什麼 當然也有啦 坦白講這絕對有的 像有的時候你去應徵工作 明明他就是程度沒有你好 他能力也沒有你好 但問題就是他上去你下來 那不合理嗎 為什麼 總會有潛規則嘛 那大家不可否認的 只是說我們不是 不可能說永遠都只有潛規則吧 OK 所以其實還是有努力的地方啦 OK 然後 不過坦白講現在社會真的有些時候 比較真的機會少很多是真的 比如說像那個房價 你看現在 這個像才五年的時間 隨便一個房子都漲五百萬一千萬了 那你說你一輩子你 那如果假設你那五年前你買一個房子 你放著現在賣掉 那你根本不用工 少分都二十年金 這真的有耶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起跑點就不一樣了 所以人家就常常開玩笑說 如果你有好的父母蠻重要的 因為幫你付投機款 你才買得起房 不然的話你根本買房都很困難 更不要說你因為透過房產增加你的財富 OK 不過啦 這個大概也是不公平 不過也沒辦法 可能投錯胎嗎 還怎麼樣 不過啦 沒辦法 先天條件 那你只能後天的啦 你講再多 你再抱怨 你總不會去抱怨你父母親吧 你父母親能怎麼樣 對不對 像我女兒常跟我講說 爸爸你怎麼不多賺一點錢 我怎麼回答她 對不對 我覺得 OK 當然啦 人的物質慾望永遠不可能滿足啦 我可以 當然我不會跟她講再多啦 所以有的時候你自己平衡一下 你不要說你自己想要 但是你意思根本得不到 那你反而不快樂 對 那你可以降低吧 可以調降一點點吧 但也不要調太低 要低到天花板 地板上 這樣也不行 因為整個沒有慾望的時候 那是蠻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折衷一下吧 這時候你可以看一些像 那個老子莊子的東西 或看一些佛學方面的書 真的有幫助 你看 對 那些東西都是虛的 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好不好 這不是重點 再來的話 就是有關那個 佳佳報告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撰寫到Word當中 那你可以多用AI生成 那我講過你不會的 可以請AI代勞 包含產生程式 還有解釋程式的內容 另外如果程式有錯誤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利用AI幫你去找出錯誤的 所以目前我自己整理出來 至少有四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AI可以幫你寫程式 這絕對無庸置疑 第二個的話 它可以幫你解釋程式 第三個的話 它可以幫你除錯程式 找錯誤啦 第四個政治呢 如果你VBA寫一寫 你覺得意猶未盡 現在爬蟲比較夯的 還是用Python來寫 你甚至可以請他幫你把 VBA的程式翻譯成Python 對不對 可以 絕對沒問題 當然如果你可以延伸到Python更好 因為我自己也叫Python 那你說哪個好 反正哪個好 反正最後放在對個東西就好了 因為Python優點蠻多的 而且未來線也蠻高的 但是像以金融業來說 常常我學生跟我講說 老師 我跟你學了Python之後 最後還是不能用 因為我們公司不能用Python 不能裝 為什麼不能裝 因為資安管得很嚴 也就不是隨便你想裝什麼軟體就可以 你以為你加嗎 OK 所以不能 那怎麼辦 他說這個時候好像Excel VBA 反而佔了優勢 為什麼 因為電腦裡面能寫程式的地方 就只有Excel裡面的VBA了 他說老師你剛好教VBA 這時候剛好派上用場 對 所以他剛好用VBA就好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的需求剛好就Excel 那我建議你還是要把VBA學好 因為你學了Python 最後還是派不上用場 那不是學半天還是沒辦法 OK 好啦 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話就是說 相關敘述請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這個是有關期末報告的相關說明 那待會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有關中央氣象署的這一個表格資料 氣溫的資料 如果我要把它載入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我們來分析 首先的話我們要知道一樣三個標籤 第一個標籤是TABLE 第二個標籤是TR 第三個標籤可能是TH也可能是TD 它的架構一定是表格、列 然後再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這個對應的話 其實Sale也是一樣 以Sale表格的話 它一個表格就是SHITS WORKSHIT 然後它一列的話也是ROW 不會加SROWS 然後儲存格的話 在VBA裡面叫Sales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這個對應關係 可以抓得到的話 你就可以一個蘿蔔坑把它放進去 所以首先的話我大概需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它這個網頁的TABLE 到底是放在這個HTML裡面的第幾個TABLE 所以第一個按一花右鍵 我一般習慣我會在表格的右上角按右鍵檢查一下 OK 它會跳出右邊的部分 那我講過這邊會出現TABLE 所以其實TABLE找到了在這裡 那它到底是第幾個 當然你不用傻傻的自己往上推 去找有沒有其他的TABLE 不過看起來好像前面都沒有 那理論上它應該是第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方法就點兩下TABLE 然後Ctrl-C 就複製它的名稱Ctrl-F Ctrl-F的話就是去找找看 這個網頁裡面有幾個TABLE的標籤 不過標籤的話 開頭一定要是小於符號 所以請你在TABLE的前面加一個小於 不過你加了小於之後你會發現 它本來沒有加之前好像有五個 有沒有 五個 加了之後變成只有一個 所以很顯然的 我們這個網頁裡面就只有一個 所以記得喔 刮狐鈴 反正不意外一定是刮狐 不可能刮狐 刮狐鈴一定是找不到的 好 第一個 我知道這個TABLE 是這個網頁裡面唯一一個 而且是第一個 好 第一個訊息知道囉 第二個訊息的話就TR 那TR的話呢 基本上 它好像 這個地方的話 總共幾個月呢 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嘛 然後這樣加上12個月 所以12個月之後的話呢 再加上平均 統計期間 所以理論上算下來 應該是12再加上3嘛 所以 總共有15個TH 不然的話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應該是15個沒錯啦 怎麼知道是15個啦 其實你可以這邊拉太寬 好像旁邊會多出來 你可以這樣看嘛 有沒有 這個TR 只要箭頭向下是展開 底下往下算 應該就是TH總共15個 這個應該是第15個 好 結束TR OK 所以這邊的這個TR的話 指的就是說第一列的部分 那底下這邊有個TBODY 不過TBODY不管它沒關係 你展開之後 這邊就會有第二列的資料 第二列的資料的話 它長的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TBODY 底下這個展開 展開的話就是 只要是前面這個黑色的三角形箭頭有沒有 只要是朝下的話 那表示它的資料會讓你展開來看得到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規則是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TH 然後底下應該是TD啦 所以我在猜 上面15個TH對不對 下面的話應該是幾個 應該是一個TH 加上幾個 整數應該是一樣 因為總共15藍 所以應該是再加上14個TD 應該是沒錯啦 我猜應該是沒錯 當然你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把陳正寫一寫 RUN一下大概就知道了 OK 如果RUN出來不對 那沒關係 你可以再改一下OK 所以規則大概我們就抓到了 所以第一個Table是第一個 OK 所以我們就抓到 再來的話就是把所有的TH 通通都取出來 那程式怎麼寫 首先的話呢 我看就把這個之前的這個把它關掉了 交通部的這個統計查詢網我關掉 那我開這一個 那程式部分的話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啦 你們可以先拿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程式碼 第一段 那我先不要急著全部 我只有抓列就好 列就是TR 我先不要管那個TH 或者是TD的 我先把TH全部幫我抓下來 TR全部抓下來 所以貼上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程式很簡單 就是先把舊資料清空 然後呢 產生一個IE物件 Navigate連到這個 這個是指的是哪一個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中央氣象署的這個網站 你們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到Navigate的後方 那並且的話呢 我讓它停一下 如果你不想停一下 你就是把那個 TriGPT產生的那個 督化偶一圈